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這部小偷家族我相信現在出街的時候 很多聽眾朋友都有看過 自己看完之後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在上一節我們除了介紹了麻煩家族和小偷家族 大家用一個初步的觀點 我剛才也苛刻了 導致這些調查科的主持都說壓力很重 我好像平常世界中的警察 好像很嚇人真 事實上這部電影你會看到得意在 因為他將整個故事 很多時候找到他最實在最真實 最細微的東西 將他在電影裡表現出來 這個小偷家族有很多角度去看的 其實大部份你看到都很正面 進入了主流的世界 我相信這部電影有可能和我希望 都是那個事之餘和的 其實大部份電影都香港有做過的 希望這部電影變成日本的主流電影 多一些很有意思的電影都可以在香港做 以及展開一個討論 但是這部小偷家族最特別是 因為他得到一個康城的大獎 而那個康城的大獎 為什麼會這麼容易得到呢 其實我覺得是很難的 因為事之遇和 你知不知道 他已經在康城提了很多次 但這次正正式式得到一個金鐘類大獎 他之前日本得到的獎 就慢慢提一提 因為那個獎基本上有幾個的 你有沒有資料 沒有那麼我補充 免費時間了 應該在康城的望遠鏡 應該如果我記得 金村昌平的游山哲校 還有鰻魚 跟著就是大島柱都有一部電影 那裏是哪一部 大島柱的那部 是愛知亡明還是感官的世界 總之呢 金鐘女大獎 在日本那裏 就拿到 有這兩個 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導演 而且事之遇和 他的那些作品 都很受這兩個導演的影響 他可以說是新世代的 包括山田楊廁 山田楊廁的麻凡家族 那種世界 你會發覺事之遇和 都有 有心 將那種 日本式的 這種 日本風格的 講家庭 講整個世界 怎樣 就在一起 但是最正的 就是 這個 最突出的 這個 小偷家族 在裏面 除了事之遇和的風格 在裏面 就是這次那個評審 那個主席 講的那一直說話 你們有沒有看 蘭之妞要做的 那是一位女士 那是哪位女士 大家就看看 你們大家都不知道 我忘了 不過說出來 講笑的 都是記得的 應該是K.Banchard 還是誰 是嗎 K.Banchard 他都提及 他說這部戲 我們都覺得他做得很好 但是 去到那個女主角 最想的那場戲 就是說 不讓他不行 這個 為什麼呢 因為作為女性的角度而言 那段戲 是很厲害 我們男性的角度來看 都會覺得 嘩 很厲害 這個媽媽 這個叫做 哎呀媽媽 小豆媽媽 去到那裡 他比這個 女主角 在他之前做的那部電影 更加 完全立體化 很深度的演出 那他好在哪裏呢 拿一手交給你 你說好的嘛 Panda 你會補充一下 除了女性角度來看他之後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那個名字叫什麼名字 安藤英 安藤英 是 他最後那場真的很厲害 你說得對 你說最後那場 是不是就是那個 那個叫監獄探監的地方 對 其實他之前那場 他抱著那個小女兒 燒衣服那場 我都是被他引到我哭的 好感觸 是的 很感觸 那 最後那場 他就說 生出來不一定是 嗯 是我愛疼他 是嗎 類似這樣 Exactly 我不記得了 嗯 不生出來不代表沒有親情 是 那個主題呢 那個 講完之後 他的眼淚不是滾出來的 是很自然地流 那個 又沒有什麼表情 是 那些 怎麼說 真的很深刻 是 那這個 我相信是 是 事之如和 這個導演來講 是一個叫特別的驚喜 因為選了他做一個 這個角色的時候 我想他 這個 我想是 事之如和那個手法 我想大家都會很熟悉 就是他 本來是一個紀錄片出身的導演 嗯 他拍那些戲呢 他想捕捉那個人的那個演出的時候呢 他不喜歡他那麼刻意的演出 用演技來做出來 而是用一種 可能自己是有一個form 而那個form呢 是做出來 而那個表現出來 而那個導演呢 就去到看完之後那時候呢 他吸收了那個 整個演出的時候 然後就過濾了他 他認不認爲這一場戲呢 就已經 這個鏡頭OK了 這樣 那麼他那個闊度呢 就是好 還有我們都喜歡 看這些導演的 這種戲 他會看到呢 整個戲裡面呢 有很多新的那種演出 不是那麼刻意呢 是用一個演技派來做出來 其實有一點都是切 其實我是香港的特色 都是這件事的 就是最好看的那些演出呢 是一種叫做所謂本色演技 有自己的那個世界 還有是你做得到的那件事 那阿庭英的那個呢 我想大家特別留意呢 他那些眼神 尤其是他的眼神呢 他做出來呢 你覺得那個眼神 是一個輕挑的眼神 輕挑的眼神 女人輕挑的女人的眼神 怎樣呢 你可以示範給我們看嗎 我不輕挑 那個人很謹慎的 那你怎樣來去呢 那你有沒有看到 他裡面有一個輕挑的眼神呢 我也看不到 沒有啊 眉來眼力那一刻情侶 就是跟她的老公 不是 怎知道有多長呢 各位觀眾 他又沒有留意到 但他覺得我很感動呢 其實 因為我人家是正經 所以不會留意到 你不要用這個解釋 這個理性的解釋 Absolutely 是不是這件事 你是其實接收得到 不過你沒有在那個裡面 細節來把那個東西 帶出來 因為那場戲 就是他講了一個很關鍵的一件事 就是爸爸都叫他 喂 你不要說啊 因為當時他們 就是 是 是 他拐了那個小孩 那些事情的時候 他做到一些事情 他最初那時候 都是一些壞蛋的行為 他知道那件事情 但是 在那一場戲裡面 其實 現在講戲裡面 他媽媽 就做了一件事 那件事就不講這麼精革給大家看 免是 你還沒看的時候 就浪費了 但是你看了 你覺得那場戲很厲害 然後 他還有一個人 就是完了 整件事 回頭一望 那一刻 戚美 就是說 永變了 不敗了 那種戚美 那個 究竟是輕挑 還是 一種叫做 跟他認識告別 但是這個 他這個戚美 那個 他至少出現過三次 真的要重看 你要看 因為他的那個演出 我們看到 安藤英真是厲害 因為他上一次 一百英之外 你有看嗎 一百英之外 你有看 曹菲自己 然後曹菲自己 變秀自己 但是他整套戲 那種打 那件事就很強 就是他由弱變強 因為他真的 他真是 他真是藍沙沙沙到 就是 在那裡 回到家睡在那裡 甚至乎不做事 迫於無奈才要 走去做便利店 那些 到後來 為了 就是 自己醒覺 所以走去試試打拳 那所以 如果 Panda 如果你這麼喜歡 小偷家族就是安藤英的演出 你一定要看一百英之外 你看完之後 你對他另眼相看 還有他 上次做的那些 有的那些 今次做這個戲 是有些事情 沒有了 是沒有了什麼 我覺得 可以留在第四節 有時候和大家說 那你就覺得 他這件事 除了好之外 那時候 你都做了些事情 好像 說這部戲 這個小偷家族 他最特別 因為 Panda 也是很特別的 影評人 我都想 鼓他那種 叫做 你的影評的眼光 出來 因為你本身 你對這個 叫做 時裝 服裝設計 那些 你是誤人子弟的那個 是中國 對不對 這部戲 你也看到 雖然說 是一個 很日本 低端的家族 但是他那些衣服 有沒有考究 他 有沒有一些細緻的東西 是對戲劇裡面的 特別的處理 就是我們傳統的 其中一種Style 就叫 Oversize 嗯嗯 那就告訴大家 那些小朋友 一直穿 不適合新的衣服 是 是 就是那個 死了 又會穿 你小心點 不過你不要那麼快 你經常說這句 變成口頭善 你說的時候 沒有穿腳的情況之下 這個就是你的訓練 是啊 關於那個小女孩 她最後有一幕 就不肯要衣服 是 新衣服是有些寓意的 那小女孩其實寧願是穿舊衣 或者一些不適合她的衣服 這個五歲的小妹妹 是啊 那當中背後的意義 就是看到尾的時候 你就真的會嗨一聲 嗯嗯 是 那那個 基本上呢 你會看到很細緻 因為她如果說衣服 這個Panda 她看一出 發揮到你的那個影評小宇宙 那而且呢 你會看到衣服 你剛才都暗暗都提出了 有一場你都很感動的 就是 蕭三那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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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小女孩 不是替她抹眼淚的 是 我覺得那個是自然的 應該不是戲裡面安排到的 嗯嗯 是很自然的 嗯 是不是安排呢 那那個 就 我們問問蝕之愚和 但是呢 眼淚 抹她呢 眼淚裡面那裡 都有很多場戲 都 反映得很出名 基本上呢 我不記得婆婆那個 但是呢 阿姨 有一滴淚 那場戲很重要 在那裡 大家可以尋寶 那個是 安藤英呢 她有幾場眼淚 更加經典 我想 在警察官那場眼淚呢 是在康城應該全場拍手獎的 那評審呢 都是說那場戲呢 裡面呢 就把這個女 其實可以說這個媽媽是一個女罪犯 但是呢 她裡面的那種抑鬱 全部都表現出來 那現在你再留心到那個叫做 《全民後里》的話呢 我想一個叫做普通觀眾 裡面呢 都有個那個感受到 她裡面的劇力的 因為她這次事之餘和呢 可以說是習大成這樣來去 將她討論家庭的那些戲呢 就全部合在一起的 這樣 尤其是是女性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她 當然 她其實是那個戲呢 她兩面看 其實她爸爸那個是很重要的 是主題來的 但是她女性的部分呢 譬如好像 她其他那些電影裡面那裡 都很關鍵的 譬如你有沒有看一下 《海街少女日記》 有 有 那一部戲呢 你有沒有看到有些東西 跟這部戲有個關係的呢 合得關係的呢 是沒有 你以為是沒有 是不是 有還是沒有呢 沒有我們就遲些再講 兩部戲都是女人 不是 是爸爸生了另一個女兒 她生了女兒 後來去了婆婆的家裡 這個也是跟婆婆有關啊 是不是啊 你看她那時候呢 在那個海邊少女日記呢 婆婆已經不在那裡了 但是婆婆的味 做梅子的那些 梅子酒的那些味呢 還在那裡 而這三個 她三個姐姐裡面呢 對於婆婆 和這間屋裡有個壞臉 你不覺得是一物相連的嗎 一想起那裡 這個呢 這個就是說 其中的一個女兒 就是那個戲呢 那個叫小幾 是吧 阿姨 那個角色 小幾 她裡面呢 那個關係 裡面呢 呼應著 在那個海邊少女日記裡面呢 海街 是海街的時候呢 碰到的那些元素 這個呢 就是其中一種印字 來講 我覺得呢 在第二次呢 就變成了 是說 蝕如和的戲裡面呢 媽媽啊 女生的那部份 那些戲 五歲的小女兒 婆婆她們流了港英 不過婆婆很重要 蝕如和電影的樹木希臨 那我們呢 不如下一節回來的時候呢 就講到她的男人那邊來了 爸爸那邊 除了爸爸 父子 Linny Banky 之外呢 就有個兒子很重要 好 下一節就和大家講這個 小偷家族